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神孟耿如演而又擇唱 出道超过十年的她 首度挑战当歌手 唱片一推出就受到关注 慢慢懂的人们说的 总会走到最真的有忙 说不完的对话 世界有变化 我以往真的动力比你走 我从来没遇过 其中一首《幸福离岛》 由未婚夫教歌作词 在歌曲中甜蜜放闪 跟找来男神刘以豪合作 不但帮忙唱Rap 还一起拍MV 这是讲到焦哥写的哦 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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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都做 我觉得我一看到他写完之后 我立刻就 就是很知道他就是在写 这些词是在对我说的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因为也不能请焦哥来演MV 这样就没有狼才女帽了 乱讲话什么啊你 开玩笑说焦哥不能演 所以才找刘以豪 出唱片是很多艺人的梦想 担当歌手这件事 却不在孟耿如的规划内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说 歌手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为很多实力派的歌手 会唱歌的人太多 有人甚至会创作 我又不会创作 我歌后也比不过人家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早就不在我的规划之内 但是这阵子突然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想说好 突然来练习唱歌看看 我才发现 其实唱歌的进步是可以透过 就是练习训练出来的 然后我觉得既然上天 给了我这个机会 我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全力 把它做到最好 有机会就全力付出 孟耿如充满正向积极的态度 每天努力练习 终于完成一张唱片 连自己都感觉像在做梦 想到唱片的时候还想说 这个梦是不是梦得有点长 就照理讲应该是要醒 这好像真的是 这真的是我的唱片 然后有点点不敢相信 又有点感动 其实孟耿如可以说是 大气晚成的艺人 年仅十六岁就出道 但都只演小配角 直到2011年演出 《我可能不会爱你》 大人哥的妹妹意外爆红 放心 老爸看到这眼目 一定会很安心 我不是哭这个 有了知名度后 被电视台向众 在《圣女保镖》中 首度担当女主角 可是你房间还是要留着 因为我会常常回来看你 开开心心地回来看你 演技被观众肯定 开启了戏剧之路 接演多部戏都广受好评 其中《麻醉风暴2》 更是备受讨论 医生 是今天什么 熊森学长 关于医疗人物 我找了一个更有采访价值的医生 孟耿如在《麻醉风暴2》中 将热血医疗线的记者 演得非常有层次 让他以这出戏 闯进了金钟奖 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入围的有 孟耿如《麻醉风暴2》 我算成长得满满的 不过今年算是非常的有收获 然后得到金钟奖的肯定 我也是很感谢就是 很感谢评审 然后也很感谢我有这样的机会 今年收获多 不只被金钟认证 还成功发行唱片 到直播节目宣传 也都争唱没有对嘴 让大家听见他的实力 孟耿如虽然比较晚红 但对自己要求严格 凡事都要做到最好 完美主意让他迈向成功 从当年的小配角 变成现在影歌式 三期的全方位女神 三选主意宁方 小许之雄台北保证